走进渔民服务中心虽然是平日时间 但停车场依旧车停满满 甚至还停在飞停车区 向外一看道路两旁也是停车阁满满 这里是高雄市前镇渔港 新的改建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预计将来带给地方极大商机 只是在停车场部分仍维持平面规划 地方则认为在现今渔港区域 以一味难求情况下 未来会更加难以附和 建议将平面改为立体设计 一并解决前镇区周遭的停车问题 平面的停车空间 还是不够我们这边的厂商或是摊贩 甚至是周围民众的使用 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把 这样的一个停车的需求 反映给我们的市府 反映给我们的中央可以来了解 那也希望我们未来 在前镇渔港可以完工之后 可以搭配我们的立体停车场的空间 减缓我们周围围停的这个状况 也可以让我们的民众有一个停车的空间可以来使用 由于前镇区渔港周遭工厂灵力 旧社区也多 停车位不足导致停车乱象重生 交通事故频传 因此里长也建议附加鼓励停车回馈 让新立体停车场规划能发挥更大的功效 旧草尔地区有很多的这个小巷弄 那很多的车子可能因为那边没有画红线或是等等的 造成民众在一般的道路上面停车 常常会让巷弄出来的时候影响到视角 也会影响到交通安全 那可是我们要求他们把这个迁移的时候 我们想应该也要协助他们解决停车的这个需求 一个停车空间的设立之后 它可以给在地的这个礼或周围的礼一些回馈的机制 比如说我们的月票方式 或甚至是打折的方式 让我们的民众 这个引导我们的民众可以到公共空间去停车 前阵渔港除了渔市场整建 还有多功能水产品运销中心 以及港区环境改善种种工程 地方希望在停车规划部分 政府能多加把劲 让新渔港诞生成为地方停车活化新奇迹 记得张世民告诉报道 所以未来如果这一块能够有机会 所以未来如果这一块能够有机会